太陽還不忘和飼養員小撒嬌 很難強像這隻名叫索爾的比特犬 去年12月曾咬死屏東三歲男童 躲過人道處理 目前等待民眾任養 和他一樣在收容所度日的比特犬 不在少數 比特犬的數量大概是21隻 少數是不親人的 那對人類為有攻擊的現象 造成原區的巨大壓力 飼養比特犬讓桃園東保處吃不消 但難題沒有停止 緊接著三月份實施的禁養令 又掀起另一個難關 比特犬本身攻擊性強 咬合力 耐力晶圓 危險性高 飼養方式成冷關鍵 門檻也相當高 現在再加上三月份 農委會宣布的規定 比特犬司主們都得在明年 二月底前申報 加以控管 違規者最高可儲 25萬元的罰還 重重難關都讓這群 還在等待家的比特犬浪浪們 未來更加渺茫 華視文物權員李琴廷 廖子瑄 桃園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